停电的状况之下 依旧守护家人健康 中秋过后气温骤降 昼夜温差加大 明显感觉到秋天的气息 秋天的台风 接二连三来 总是威胁特别大 标准的菜价跟停水的恐惧 考验家庭主步 守护家人健康 我觉得从吃开始 吃的健康是最重要 那怎么样叫吃的健康 你就可以先买我们盛产的食材 像现在产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然后保存最重要 所以像叶菜类的保存 我们会建议不管怎么样 你就先用那个餐巾纸 或者说纸毛巾把它包起来 家事达人特别教证 守护家人健康 就从吃的开始 面对标准的菜价 有保存小配包 更推荐抗涨必买菜类 这是碰上了停水的状况 如何存水 也有小细节要注意 尤其停水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把水加在水箱里面用暗的 不要直接把水 往马桶里面这样子 直接倒下去 第一个周边就很容易臭 第二个其实是冲不大干净 又会让排泄物飞溅 所以你应该是盖上盖子 挪动水箱盖 把水加到水箱里面 再冲水 会安全很多 方渡教母谈吞词就提醒 不要轻忽小细节 光是冲水就会带来大量的细菌 而大量储水也有技巧 只要学合这几周 风强雨大 家庭主妇也能接招 3D新闻综合报道